来看体育方面的新闻 北京时间23号的晚上10点钟 中国金花里娜迎来了她在WTA年终总决赛的第一场比赛 对手是意大利人埃拉尼 里娜里延续了对埃拉尼的强势 顶住对手在第二盘末段的反扑 历时一小时46分钟 以6比3和7比6击败了对手 将对埃拉尼的全胜记录扩大到了6场 收获了小组赛的开门红 里娜首场年终总决赛的对手是意大利选手埃拉尼 在此前双锋的交战进入中 里娜保持着6战全胜 昨天比赛一开始 中国金花就展现出赢球的超强欲望 首盘在完成一次破发后 里娜以6比3占了相机 第二盘意大利人埃拉尼展开了反扑 她完成破发并取得了3比1的礼坚 好在里娜并没有受到影响 她将比赛拖进抢7局 并以小分7比5拿下抢7 从而以2比0的总比分击败埃拉尼 取得年终总决赛的看门红 另外世界第一小威廉姆斯足了两餐 战胜的波兰姑娘拉德万斯卡 取得两年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